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了,十万个为什么,开始啦! 为什么豆类食物有益于健康? 小朋友现在来说说看,你有没有喜欢吃的豆类食物啊? 豆干,豆浆,豆皮。 那如果不喜欢吃豆类食物的小朋友要注意了, 豆类食物呢,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。 原因是什么呢? 大豆它是我国的传统食物, 大豆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 占到40.4%, 而且它所含人体B氨基酸非常丰富, 生物价值呢也很高, 接近于牛肉的价值。 大豆中脂肪含量也比较高, 占18%, 其中80%以上为不饱和脂肪酸, 它还含有维持身体健康必不可少的亚油酸和延缓机体衰老的维生素E, 以及预防动脉硬化的卵磷脂等等。 大豆蛋白与动物蛋白不一样, 它不含胆固醇, 它有豆固醇。 它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, 有防止脑溢血和动物硬化的作用。 因此啊, 豆类食物深受人们的青睐。 另外呢, 还有别有风味的豆腐、豆腐肝、腐竹等等, 被人们称为植物肉。 特别要说的是豆浆, 因为豆浆啊, 它是预防成人肥胖的饮料。 豆浆与牛奶相比, 它除了含有牛奶的全部成分之外, 还有不饱和脂肪酸、 钾、维生素A、维生素B族、 腌酸的含量也都高于牛奶。 所以不喜欢吃豆类食物的小朋友, 从今天起要爱上豆类食物, 好不好啊。